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读书时间,我们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。 第五章,如何在保持真我的同时维持亲密关系? 我在年轻的时候想要改变世界,后来我长大了一些,才明白这个目标实在是太大了,于是我试图改变我的国家,又经过一些岁月,我认识到这个目标也太大了, 于是我试图改变自己居住的小镇,当我意识到连这个目标都无法实现的时候,我想改变我的家庭,现在我垂垂牢矣,才知道一切应该从改变自己做起。 如果一开始首先改变自己,也许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我的家庭,我的小镇,我的国家,也许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。 一个哈希德派犹太牧师的临终一言,做真正的自我,保持真我,并且知道自己是谁。 在乔尔钱德勒哈里斯,美国小说家和记者的老南方故事中,兔子老弟走在人生的道路上,一边走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,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柏油小人,站在路边对他恶言相向。 兔子老弟勃然大怒,开始攻击那个柏油小人,结果他的手反而被柏油粘住了,于是他开始更加猛烈地拳打脚踢,最后他整个人都被粘乎乎的柏油缠住了。 他曾经认为不让别人说自己的坏话,就是保持真正的自我,但最后的结果是,他忽略了最初的人生目标。 他过分关注别人的评价,最终让自己陷入了困境。 这个道理对大多数人来说也都是适用的,对于别人的所作所为,我们做出的反应越大,就越远离自己本来的目标,也就越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。 一个情感上成熟的人,不仅应该能够在感情上跟别人接近,而且要做到不被别人的意见,需求和评价所左右。 心理治疗师把这种现象叫做分化,就像是一个细胞与另外一个细胞分离开来,但是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关系。 原生家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,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,鼓励我们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,也就是说做自己,并且同时与别人保持亲密关系。 好,三分钟时间到了,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读书时间,我们下次再见,bye。